请收看 维新世界 先佛在我家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 先佛在我家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来跟您分享每位来宾 他们的个人的宗教方面领域的经验 还有人生的一些经验 都希望可以让大家听了之后 可以对于生活上面会遇到的 这些方方面面的事情 可以有更多的勇气 智慧与信心 来面对它 那我们今天的所在地 是在维新圣教的卢州道场 一起来欢迎住持原封法师 你好 阿弥陀佛 各位先佛在我家的观众朋友 我是维新圣教 财西山仙佛寺 卢州分寺道场 住持原封 大家好 老师好 很高兴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 住持法师的人身经历 那在这个新佛在我家的节目里面 我们其实先从我们自己家里面来谈起 就是有没有宗教信仰的习惯 然后是什么样的情况 好 我家是供奉的观世音菩萨跟供奉的那个王爷 慈悟王爷还有土地公这样 我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在算是也不是庙里面 就是我们的宗词里面 看到我们俗语讲的就是鸡童 在问世的时候 那我也深深的体会到神明的伟大这样 那有人说鸡童到底是真的假的 我觉得以我来看 我一定看得出来是真的假的 因为像当时我在看的时候 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看的时候 我的叔叔就是鸡童这样 那他如果有时候在问世的时候 就会开了很多的药单这样 那我叔叔并不懂中医 但是怎么会开药单 这是真实性的问题 那还有时候我叔叔如果讲错话的时候 就会被王爷处罚 那处罚得很严重 那打嘴巴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打到所有的那个很多的那个信众 跪着求王爷停停他才停 你说那不是假的吗 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凡事要去多去看 那后来到了我年纪大了一点点以后 我父亲就在卢州的一间庙里面 很有名的永连寺 那个永连寺有270年左右的永连寺 我爸爸就在那边服务 服务的时候就会帮很多人解签 解签丝这样 那人来问的时候就得到很多的华意 所以我觉得先佛其实不是只有在我家 而在我们的内心 也能够让我们看到更多的事物 能够透过先佛和指点我们一条明路 这就是我所看到的 那至于我家供奉的观世音菩萨 还有慈悟王爷 还有土地公 我总觉得他就像我们的祖先一样 每天在我们家守护着我们这样 那我今年60岁嘛 我从很小就有这一方面的算是洗礼 因为我们的家族都是一样的方式 从我的大伯父 我伯父 我爸爸 我叔叔 到了我哥哥 我二哥 我们都有这样的 那现在我前家也都有信仰 我现在我家是供奉的观世音菩萨 跟王山老祖书尊这样 是 您回想看看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 关键点让您更深入的 进入了宗教的这个领域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 我的家族算不错的家族 文学方面算不错的这样 那我父亲也是受入本教育的 他如果现在在的话 已经超过100岁了 已经超过100岁了这样 那我第一次跟诸佛菩萨讲话的时候 应该是在差不多十几岁的时候 怎么说呢 因为我母亲生我以后 她的眼睛就看不见了 那看不见的时候 就帮我们养嘛 养大这样 那后来我在我母亲50几岁的时候 就生 也不是生命 就是比较忧郁 比较没有快乐过这样 那我常常到那个大庙里面 尤其是卢作那永连寺里面 我就跟着那个南海观世音菩萨说 我希望我母亲能够 佛了久一点 如果没有办法的话 我可以用我的岁数来换这样 那我总觉得观世音菩萨好像都没有回话 也没有答应这样 这是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说菩萨的慈悲有时候不是你马上要得到什么才叫做慈悲这样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信仰是要从很久以前而走到现在 那个信仰你才会清楚 我的看法是这样 不晓得老师您的这个职业是什么了之前 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做陈医 那我在陈医里面做的非常多的职务 当了一家非常大的陈医工厂的那个主管这样 那做了以后到当兵来过后一样还是在做这个 但是做了以后总觉得好像不是很很踏实的 那有一天就有人告诉我说 你要不要投资一下 投资什么 投资就是像是做陈医 做买卖这样 本来是做生产陈医 那我想做陈医买卖这样 我就说好 那后来我太太就开始做就做买卖 在市场在百货公司做买卖 那做了还不到两年吧 就亏损了非常多的钱这样 那在亏的过程当中 我就认识了我们的师父 婚言产师这样 所以这其实在这个时间 也就是进入了更深入的这个宗教的领域的 这个关键 那我想有很多的朋友 其实他一定没有想到自己的未来 会在哪些领域有一片天 或者是根本自己完全都没有想过的 一个状态 一个局面 我想您目前现在也是处于 就是在一个人生一个很 非常精华的一个时段 但是也许自己都没有料想过 毕竟要成为一个住持 就是在一个人生的这个道路上的 一个导师这样子 事实上我们应该有很多很多的过程来历练 那其实刚才老师已经听到了 他如何从一个生意人 然后认真工作 然后养家庭 然后跟自己的这个累积 人生累积之外 他又怎么样走入这个宗教的这个道路 我们在下一节节目当中 就来跟您分享 如何进入维新圣教的渊源 请先进一段广告 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仙佛在我家 接下来我们要来聆听 原封法师和维新圣教的这个渊源 是如何结上的呢 其实我跟第一位跟本仲们认识的 并不是我们的宗主 温元禅师 有一天 我有一位朋友 他就告诉我说 苏文艺 苏文艺 你想不想看看你们的家 怎样 我在差不多 十来岁就开始接触宗教 懵懂 到二十来岁就开始诵经 我总觉得说风水是别人的 风水是有钱人的 但是我并不会很排斥 他就找了一位来我们家 看我们家里的风水 那一位就是我们的大凡市的住持 袁童禅师 他从进我家的家门 到离开了以后 短短的不会超过四十分钟 他说我们家没有一个地方 都是如法的 听完了以后 我隔天我就找了木工的 来将我们家全部大整修 他讲不好的我全部改过 比如说我女儿的房间 我是用粉红色的 我真的很喜欢粉红色的 因为我有两位女儿 我们的袁童禅师说 用粉红色的会让小孩子造性 那我说这么小 让他造性不好 我就改了 我的房间 我用 我的房间我是用紫色的 我蛮喜欢淡紫色的 他说紫色的看起来会眼花辽腕 他说要改为白的 滷白的 我就改了 所以从一进门 到离开不到四十分钟 隔天找人来改我家 花了将近一百万 这样我心里想说 没有第二次的 也不会有第二次再改了 这样 过没有多久吧 那位朋友会跟我讲说 要不要请 再请袁童禅师来看一看 我说看什么 刚刚你们家的祖坟 我现在想说 我爸爸已经往生了很久了 那不妨我就 请他来看一下 我不相信风水说真的 因为我爸爸讲 风水是有钱人的 那我自自知道 我不是有钱人 那不是有钱人 当然不可能拿到好风水 这样 那我就找 又请了袁童禅师来看 他走到我爸爸的坟的时候 讲过一段话 他说 你们家的这个坟不能动 我心里想说 我找你来 请你来 就是希望你告诉我 哪时候可以动 那你说不能动 那跟我的意义是违背的 但是我没有表达出来 我心里这样想 后来我就跟袁童禅师说 那你看看什么时候可以动 他说这个要动 可能要等九年后 我心里想说 我爸爸已经埋了一二十年了 在九年后 不是二十几年三十年了 那可能骨头都不见了 那我就说 为什么不能动 我做事情的逻辑 我把逻辑切开很多的层面 我不会只有一个层面 我切开很多的层面 袁童禅师告诉我说 你们这个风水会出到很会读书的人 当时我心里吓了一跳 你知道吗 因为我家确实有一位非常会读书的人 当时已经在英国牛津大学读书了 读太空材料科学 这件事情只有我跟二哥知道 旁边的没人知道 你怎么会知道 我家会有出会读书的人 我心里就在想说 好 那我再问第二个 那我说那既然会读书 那你看看我们还有什么吗 他袁童禅师就说 你们二房呢 二房就是我二哥这样 你们二房应该不会切钱 我心里想说 那时候三十几岁嘛 我说对哦 我二哥我跟他认识三十来年 他怎么没有切过钱 不是很有钱 但是就没有切钱 他可以为了买一样东西 到国外去买一买 带回来这样 我就说对哦 那我就大房很会读书嘛 那二房就有钱啊 那我三房就不用问了啊 因为会读书的 会有钱的 那三房一定都有嘛 结果不是啊 结果我们就投资了做生意 还不到两年就亏了 台币大约一千万 也就是这样 但是那时候我也在想 我也想说 为什么会这样 我这么的认真 我这么的努力 我可以讲得到 别人讲得到的 我都没有 比如说喝酒啊 抽烟啊 赌博啊 上什么酒家 我从来没有过 我这么努力了 为什么还亏了这么多钱 那当时就是那时候 又跟严同城市又熟了 那严同城市就跟我讲说 那个我师父啊 他说师父嘛 我说你师父是谁 我哪知道 我师父要在大环市开课啊 那你要不要来读 那后来 可答应了吗 其实我没有 我自己认为 我自己的资质不好 我读书也读的不是很多 我二哥说好要去读 到了开课那天 我二哥说 一起去一起去 我说好的就去了 其实我不愿意读 不愿意读的原因是 因为我觉得说 《易经》是一门很深的学问 不是像我这种 像这样的 可以读得通的人就对了 这样 那我第一天上课的时候 我看到师父讲过一段话 我让那段话吸引了 他说一念之差 成未来一生之心不安 一念正确 判一生必无悔恨 这一句话 让我深深的体会到 我的一念 我到底做对了 做不对 这也就是我 从此以后 师父要我出去开课了以后 我每一次的第一课 我都一定会讲这一句话 一念之差 成未来一生之心不安 我投资就是一念之差 一念之正确 判一生必无悔恨 我说我认识了 混言禅师 我认识了王禅老祖 我得到王禅老祖的庇佑 我得到混言禅师的教导 这就是一念 有差 有恶 有善 的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我从认识了师父以后 就开始不断地理解 我要怎么去把我自己的人生而改变 这样 所以我谱话谱得非常多 那当时我也在 因为我生意做得没有很好 那没有很好 后来我就进入了公家机关 在公家机关里面上班 上班 说真的 也比较有时间 我早上出门 我就把我的公事包带去 晚上又把公事包带回来 公事包里面很多都是 我跟师父协议的东西 我就有时候常常会复习一下 我还没有进入公家机关的 前差不多一年 我们这边刚好有一个选举 当时很激烈的选举 我常常对我自己讲说 选总统不激烈 因为总统又不认识你 候选人又不认识你 你也不认识他 你只喜欢他 你就投给他 那如果县长市长选举 也是一样 最残忍的选举 就是乡镇市长 因为那一位市长 乡镇长 镇长的候选人可能就是 你认识的人 你的亲人 你的朋友 怎样 那刚好有一位来找我 他说我听说你会谱卦 你是不是帮我谱卦看看 我能不能当选 怎样 那我就借着谱卦嘛 我跟他谱卦起来看说 是可以当选 那我就 当然了那时候我学义也不是学了很久 那我也请示师傅看要怎么选 那师傅也教了一些方法给我 那我也将这些方法告诉对方 那刚好他也选上了 那选上以后 因为他就也蛮谢谢我们帮他忙嘛 这样 那我总是跟他讲说 所有的一切都是你自己的 自己做的啦 我们只是敲鞭鼓而已啦这样 那后来他就跟了很多人讲 那很多人就会来问 不管是问身体的啦 问买房子的啦 问什么的啦这样 那我进了公交单位以后 我们那一个单位 他有三百二十几位吧 这样 那我是在那个单位就是环保局 环保里面的清洁的单位里面 那我们有很多的那种队友 队员都是比较低层的 我不是说他是低等的 不是 低层就是比较苦的人 精神人员的生活 对 他们就会来问 来问 比如说有要买房子的啦 有住起来不平安的啦 有来问说我女儿都不生的啦 我媳妇都不生的啦 那我就透过意告诉他们 所以我们的同事三百多人 来问过我的 差不多有一百七八十位来问过 所以也是因为我常常讲说 协议金可以让你更好人员 因为你没有敌人 为什么 因为你事先先帮助他 对 以后就不会有敌人 是 广泽善严 广泽善严 那卢洲道场在95年的时候成立嘛 成立 其实成立卢洲道场 其实有一个因缘 在85年我跟师傅学艺嘛 我是84年认识师傅 85年学艺 88年的三月份 师傅就告诉我说 文艺啊 你去开课喔 我没有回答师傅 我觉得说师傅看走眼了啦 像我这种怎么料 我这样 89年三月份的 同样的三月份的又告诉我 文艺啊 你要去开课喔 我跟师傅讲说 师傅我才不要你 师傅说 哎呦 你在怕死喔 师傅说你惊死就对了 我心里吓了一跳 我说奇怪你怎么知道我怕死 那时候我才四十出岁而已 我就没有开 到了八十九十年又讲了一次 我心里想说 师傅第三届的人才那么多 你有没有跟别人讲我不知道 但是为什么每一年的三月 你都跟我讲了 我还是没有回话 九十一年 九十一年三月的时候又跟我讲 我跟师傅讲说 好啦 好好 谢谢师傅 谢谢师傅 师傅说 你已经犯了 你已经犯了 大约说犯犯了 已经有事情了就对了 确实没有错 我在公家机关上班 还可可以 但是我太太的生意就非常的差 这样 我她去做生意 我下午就要开车 去把她的东西带回来 每天就这样 她觉得说好像很累了 就没有办法这样 九十一年我就跟师傅讲说 好 但是师傅我有个条件 师傅说什么条件 我说我九月才开课 好不好 她说为什么 我说我有一位侄子要选 市民代表 我一定要帮她忙过后才选 才开始来开课 叔叔说好 那师傅给我开始一件事情 她说你要去所有开课的地方 去看一次 当时没有几位开课 像颜德开课 颜孝 颜南 这几位开课而已 我曾经最远的时候 跑到那个沙路 那个颜南 颜南开课的时候 晚上我去 去看看她怎么开课 我曾经礼拜天的时候 我去看颜孝开课 这样 师傅又跟我讲说 那你要诵经回向给当地的所有的圣神佛菩萨 他送邪妙真经 我说怎么送 他说你只要想到有神明神号 你就可以送 王爷 土地公 马祖婆 我都送了 送很多很多的 我总共送了多少 我也不知道 这样 我就想说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哪一天 我就一定在91年的9月16号那天开课 这样 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里面 要跟您分享的是 我们的易经风水的这些智慧 在海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 推动推展的情形 然后大家在学习的过程 又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一定要锁定微信电视 先否在我家节目 那么我们今天在有限的时间里面 非常感谢原封法师的分享 也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先否在我家这个节目呢 我们在下一次会有更多精彩的分享 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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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